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老总生心话 各位朋友 是不是天气结了变冷 深秋了 其实欧洲更冷 刚听我们主播 在播报 胡丁 他说什么 北溪二号 还有一条管线 我打开龙头 这个天然气就过去了 我是不喜欢限制别人的 你要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 现在欧洲这些国家 忍得半死 然后说 他们要抵制 胡丁 的天然气 各位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荒谬 苦的是老百姓 各位看到这两天的大轰炸 这轰炸是在炸什么 炸民生设施 炸电厂 很多人都不晓得 从2月24号开始打仗 乌克兰影响不太大的部分是什么 他们还继续在卖电给欧洲 这些欧洲国家都用他的电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抵制 俄罗斯的天然气 跟煤炭 然后抵制了 抵制天气很冷 就要用电 你要么开电坛 开电炉 对不对 要不然用天然气 把自己家的一些东西 把它弄热 原来他们 欧洲这么多国家 都在干乌克兰 买电 现在电厂被炸了 乌克兰说我们自己没有了 我们电厂被炸太多了 我们现在供应量至少 自己本国用都 少了至少百分之三十 本国不够用 所以现在乌克兰要开始用 轮流限电 各位 这是一场怎么样的战争 让你变回冰天雪地的战争 是不是 当然有钱人不怕 战争总是没有钱的人比较辛苦 政客也不怕 因为 政客只要战争 他就有个理由 他就有紧急命令 所有东西 他都可以争调来使用 所以我们因为战争 部队需要用 所以也忍不到他 各位 这就是常固的战争 台湾会不会 台湾做出很多努力 把台积电献给了美国 美国说台积电你要过来 我们就乖乖过去 各位朋友 你要知道 我们其实一点尊严 一点地位都没有 都很清楚 所以这两天 所有的媒体都在转述 转述 张中博为什么要讲这样话 打了以后一无所有 当然战争打了一无所有 看他要不要打你而已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不小心战争 乌克兰怎么样 俄国怎么样 那没有真正在打 现在的导弹 要打你哪里 就打哪里 因为现在是电脑设定 我要打你哪里 就要打 就会打中哪里 以前呢 以前因为我根本不想打你那里 你懂不懂 各位 这就是现在的战争 没有使出全力 好 我们这边报道 哎呀 俄国都快被打败了 你在台湾看媒体 这样 你要怎么打败他 全世界最多核弹 他的核弹一起爆发 地球就没有 各位 你要怎么去讲 所以 有时候看很多东西 在台湾 你就是要谨慎 你要听懂的人来讲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战争 影响了我们的选举 我们选举 一向 有议员跟陈时中 吃饭聊天 陈时中就 哎呀 议长选举 让他讲出很多 不想讲的话 为什么 因为选举要讲谎话 选举 你要马上做回应 如果我选台北市长 或台北市员 我不必做任何准备 因为我太熟悉 对不对 你要讲什么 我马上就知道 现在这三个人 理论上 黄珊珊应该最熟悉 其实他不太熟悉 各位 你要讲 他当21年议员 三年副市长会不太熟悉 他是不太熟悉 你要做那 看你认不认真 我老实讲就是这样 看你认不认真 要不然 你挺他的人 你告诉我 他对内乎狼港 做过哪一个设施 或哪一个执行 让你印象深刻 讲意见就好 挺他的人 请讲意见就好 21年总不会连意见 都讲不出来吧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了 讲意见就好 讲不出来啊 我告诉你 因为我周遭有些朋友挺他 甚至住内乎狼港 我就只提出这个主张 你讲意见就好 21天来他 他执行过什么 或者推动哪一个事情 或者帮地方什么事情 让你有印象 当然一定有 我不会说没有 但是一定要有印象 一定是比较大 比较众多人的好处 对不对 那你讲 要不要讲意见来听听看 各位朋友 有时候 我也不是强然守然 因为我讲的是基本的常识 所以贤体里面 其实你就是 他觉得他不错 就挺他 挺他 他不一定能做事 柯文哲 大家过去觉得他不错 柯文哲是 柯文哲是完全不能做事的人 他是一个草包 是一个饭桶 他很会讲 博得很多年轻人喜欢 但他不会做事 我昨天在赵超纲节目 我就随便 我也不用准备什么东西 我就讲 我们现在在内湖露营 内湖交通 现在前台北市最烂的 就是我们内湖瑞光街 我们TUPS出来就开始塞 动弹不得 完全动弹不得 他们也承认 现在台北市最烂 台北市过去 交通最烂的是哪里 基隆路 要不然是哪里 就是从汐止出来的 那条康宁街 康宁街出来就塞 塞塞 然后塞到内湖的康宁街 因为汐止人要出来上班 没办法出来 他只能走大同路 只能走康宁路 康宁街出来 就到东湖就开始塞 那完全不同 东湖街开始塞 完全动弹不得 对不对 完全动弹不得 因为路又小又那个 那很多人都吃足了苦头 为什么内湖交通这样 我昨天在赵康宁节目 我说第一个 八年前柯文哲讲 内湖交通不难解决 换个市场就好 市场已经换了八年了 更烂 比过去更烂 各位你选出一个换筒 很会讲话又怎么样 对不对 你要看执行人力 我有时候看这一 因为我们太熟悉了 台湾的媒体 或者民众都不太去追究 这个人讲过了 以后到底有没有做到 以后到底有没有做到 讲谁都会讲 柯文哲是认为讲过了 民进党也认为讲过了 讲过了就叫做做过了 他们都认为这样 对老百姓没有帮助 今天台湾这种政治 台湾这种社会的情况 老百姓自己要负责 我们又把老百姓捧上天 他们通常不用负责 出了事情就东怪西怪 最好怪共产党 台湾每天把年轻人捧上天 要他出点力气 每个人哀哀叫 现在在讨论 当兵是不是要变一年 当然当兵一定要变一年 那这两年就会决定 所以你现在高中生 你就准备去当兵 大学去当兵 我觉得这时候 这本来就是 凭什么你不用当兵 我们要 我会当两年兵 大家看 那你每天要抗中 抗中可以 先武装自己 要会使用武器 对不对 知道什么闪斗 敌机来袭 你如何面对 当然要有些状况 要告诉你 你要怎么去防备 要怎么去反击 你以为嘴巴讲就可以 对不对 这个叫因果 你做的你总要说 今天你选的蔡英文 就选择了战争边缘 本来 很早就告诉你 你本来就这样 你要周遭去问 多么胜利的人 你问他 如果现在台湾 台湾 现在还有马鸵九在执政 中华民国总统还是马鸵九 现在会不会有共激到台 不会 会不会两岸上兵凶战危 不会 每个人不分党派都知道 不会 那为什么 和平你不要 因为你觉得 面临战争这种氛围 大家害怕就会痛恨共产党 对你的票就有帮助 你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的处境就这样 这样就全世界就紧张 美国又收拾你 台湾跟他拼不用怕 我会挺你 一来一大胆就完真了 完真了 完到最后怎么样 完到最后 没关系 请你们去当兵 你们挺民兵党 你就去当兵 这有什么话好讲 这就要因果 你选择英文就这样 你要花更多的钱去买武器 这些钱可以 让我们社会弱势的人吃得好 对不对 让很多弱势的小朋友 去上学他有个平板电脑 各位你知道 很多小朋友午餐都没得吃 我支持一个基金会 我们常去帮小朋友 补英文数学 因为我们认为 要让他从教育里面 获得比较公平的对待 不然 这个就变成世袭 贫穷的人永远贫穷 有钱的人 他有很多功绩 他可以请家教 他不用帮忙家里 做很多劳作的事情 他有 他的时间就比较多 所以他成绩永远好 他出了社会永远在上层 穷人的家庭 永远在穷人家庭 教育造成的世袭 是不是 你要查个资料 马上平板马上上网 智慧型手机马上上网 穷人家的小孩没有 他这个资讯 他没办法获得 他考试就玩你 就比较输你 我讲就这样 现在有很多工具 很多资讯是这样的 这公平吗 那我们政府是不是应该 在这一边 这边出更多的力量 我们是一个民间单位 我们去帮 帮的当然 很多受益的人 非常多 几十万 可是你也没办法一直 一直说面面都能够记到 对不对 你还是会有些人漏掉 有些人他不愿意跟你接触 他还记节后怎么样 家长认为不需要 就这样 但是我告诉各位朋友 你要尽力去做 嫌疾 让很多事情 你就看不到 看不到什么 今天内政部的次长花静琴 花静琴过去在淡江大学教书 我生以为耻 因为我是淡江的 生以为耻 他到内政部 我可以讲 黄江左板 什么防护政策 什么每天都在吹牛 蔡英文 八年要盖二十万户 蔡英文 八年要盖二十万户 各位可以看看 要怎么检验 他现在改口 哎呀 我们是那些租的 或怎么样 我们都要算 你那时候可不是这样讲 现在都在改口 大家都在改口 柯文哲 八年五万户 在哪里 各位 这种东西小统是专家 我讲真的 因为你一看就知道 都在腐烂 可是台湾老百姓 非常可耻 台湾是个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的社会 没有是非 这些人做不到 你还是继续挺他 好好笑 你看李远哲 李远哲 接受访问 大骂民进党 哎呀 2000年 陈水扁第一次参选总统 李远哲带很多社会清流 说难道 要让国民党继续 带着台湾向下沉沦吗 你要向下沉沦 还是要向上提升 这是李远哲那时候提出来的 社会上大家讲说 哇 对哦 国民党在执政的话 那还得了 李登辉的黑金 你要 不是让台湾积极沉沦吗 李登辉 那时候国民党的主席总统 那国民党提名连战 所以 他们就垮了 因为李远哲登高于乎 结果呢 李远哲 帮阿扁 阿扁上任以后 李远哲怎么样 李远哲组了一个叫国政顾问团 里面包括谁 包括林怀民 包括施政隆 各位 很多很多的人 包括曾志郎 曾志郎那时候是阳明大学的校长 国立大学校长 很多人就觉得说 被李远哲所感动 大家一起来 结果下来干嘛 下来 阿扁很多事情做不到 阿扁 民国93年寻求连任 2004年寻求连任 人家就 阿扁那些东西都没有做到 李远哲说 那个选举提出来的政见 未必要兑现 各位 肉贝尔奖得主是这种 老百姓继续支持阿扁 原来政见 未必要兑现 李远哲大肆跟我们这样开示 老实讲 我讲这些人我都鄙视 我讲 所以 花静琴在淡江教书 我也鄙视 因为你当官跟我们 浅显的一个言而有信 道德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 李远哲昨天接受访问 民进党执政 他讲得很难听 为什么 因为腐败得更快 腐败得更快 所以李远哲讲 腐败得比过去更快 蔡英文是李远哲支持的 各位你知道吗 2016年李远哲支持蔡英文 2020年他没有支持他 可是李远哲一直在 胜利的阵营里面 因为他现在是胜利的 胜利那些教主都死了 现在李远哲最大 国际胜利了 那些大佬教主是谁呢 第一个李登辉 对不对 高静明牧师 从国际美利老师见 他还被抓去坐牢 那大家看高静明牧师 他还死了 彭明明代表民进党 第一次参选总统 民国95年 他还死了 所以李远哲现在是最大咖 李远哲是台独里面最大咖 他现在讲民进党执政以后 腐败得比过去更厉害 这是常识好不好 只是因为李远哲讲出来 大家讲的 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话我都讲过了 民进党当然执政更腐败 民进党你讲他他不怕 他贪污他不怕 他被你发现 对不对 他当小偷偷了东西 抢劫被你看到 一般人会怕 他不会怕 那你要怎么样 国民党会怕 国民党里面也有 也有小偷 也有人贪污 他被你讲会怕 民进党不会怕 各位就这样啊 你家里有只老鼠 他看到你 吓得暴头鼠算 现在这种老鼠不怕你 他看到你 他站起来 老鼠两脚站起来 嘴巴跟你站起来 不然你是要怎么样 各位 你今天看到就是这样 鼠辈比你还凶啊 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 民进党是一个垃圾 下山乱 不要脸的出身党 民进党就是这样 我讲 嫌疾 台湾老百姓 最可耻的在哪里 你没有去检验这个人 他讲了有没有做到 克文哲跟民进党一样 讲够就以为做够 可是没有啊 看不到啊 对不对 今天花静晴 现在立法院讲什么 因为他这两天 跟 柯文哲跟台北市政府在讲 大鸡蛋嘛 柯文哲本来想说 我任内 大鸡蛋要让他完工 其实柯文哲那时候 不卡大鸡蛋 大鸡蛋 不用一年就完工了 那他故意卡他 找一个日本人 然后找他的 柯文哲请了副市长 叫林青龙啊 林青龙过去接受 远雄的款待啊 柯文哲那时候认为大鸡蛋 就是官商勾结的产物 这是柯文哲自己讲的 然后就下去弄 就故意卡他 不给你够 我可以二整到你 他们弄一个 五大弊案 要去查大鸡蛋 然后呢 他们把一些资料 把他割裂 断章起义 交给周一寇等人 然后在电视台每天骂 大鸡蛋 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呢 现在我告诉你 今天13号对不对 11号内政部 最后一关 检测那个排烟 也够了 不是官商勾结产物 为什么中央的民进党 地方的柯文哲都要给他够 你们不是官商勾结产物吗 你们民进党的 民意代表在 三立民事年代里面 不是天天骂大鸡蛋 绝对是官商勾结产物吗 为什么现在都要给他够 为什么 我告诉你 畜生的话能听吗 对不对 如果这够了 再把一些东西排除的话 明年五六月 市政府认为应该可以完成 我讲这个 如果不是柯文哲的话 七八年前就完成了 他就是个饭桶 然后 华仲其总说 我来考他 我给各位看 这个就是官商勾结 然后弄得自己很爽 后来自己要卸任了 八年要卸任了 我八年人家一定会质疑说 你把大鸡蛋 盖一颗鸡蛋也不用八年 给你都已经快盖好 盖好百分之九十几了 结果交到你手上 你连百分 你连这不到百分之十 你都没办法完成 八年没办法完成 这不是换统是什么 所以他急着一直想购 结果内政部卡他 他购去 的理由 内政部现在哪来用 地下一楼 你的排烟设备 柯文哲那时候都二类 他们找一个日本人的团队 所以你看 这没办法逃生 这逃生绝对逃不来 那个逃生 全世界没有一个大的公共建筑可以用 包括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本身也用 如果照那个系数 去应做的话 台北市政府 里面也不能有那么多人 如果逃生也逃不了 这一家呢 这一家是那时候跟远雄 在敌对的 来竞标的 找你过去的竞争对手 设定一个天楼地往来 告诉你说你做不到 你设定这个并不是他 在 得标时候的条件啊 各位你懂吧 这个是不叫恶劣 柯文哲是一个恶劣的政客 我告诉你 他只是今天 我们台语叫做贾德基 人家用原来的步骤来骂你 为什么 因为你那时候卡他了 那些公文你也会给内政部 内政部用什么卡你 内政部只问你说 你过去 所反对的这些东西 你为什么现在是赞成 你告诉我一个理由 他答不出来 我告诉你关键只有 我现在讲的这一句话 内政部卡他 你过去反对啊 你的理由在这里啊 那你现在赞成的理由 你告诉我 他讲不出来 你知道吗 因为都是白纸黑字啊 所谓卡就在这里 你过去跟我们好 我们可以帮你 你现在跟我们不好 我们用这个来卡你 所以两方都很恶劣 我简单讲啊 大忌惮就这样 所以花静琴还去骂黄珊珊 黄珊珊 因为他对市政不熟悉 他被他僵了一斤 他说一年多都没开会 花静琴说 有啊 我们开五次会 你们只有三次拍一个 低阶层的计证来开会啊 你自己都不知道 有 一路啊 董哥记得要帅 好 OK 来 董哥今天有什么行程 今天 五点到六点要上 五十六台的新闻大白话 新闻大白话 那七点 七点多啦 要上朱学衡的 阿宅万事同事务所 好 为什么讲七点多呢 因为他上次跟我排七点半 那我早期我们就开始了 因为他正在吃东西嘛 他说要不要开始 我说谁你啊 我说我已经到了 所以就提早 很多人就 诶 你们怎么提早开始 过程就是这样 好 好 我们今天从柯小姐开始 是 谢谢柯小姐 柯小姐 非常感谢 回离平柯小姐 每个都 每次都 最早来啊 那还有那个 赵怡 吴赵怡 他也是每天抖戀我 抖戀到中广 之夜 是 谢谢之夜 他没有留言 可是 我充满了 感谢和支持 谢谢 还有 知手遮天 知手遮天 当然 他一定在讲 哪些政客 没有抽 他没有留言 但是 有名字就知道了 朱镜刚 谢金刚 董哥喝水 非常感谢 镜刚 老朋友来 力道就是不一样 Alan Chen 这个应该是张先生 那 他给我一个大拇指 非常感谢 然后是 Lie Alice 爱丽克斯 他又来了 他也是给我一张漂亮的 非常感谢 宋炳龙 谢谢炳龙 炳龙没有留言 但是他每天都一定会来 温森旺也一样 我们年轻的好朋友 温森旺一定董哥喝水事 然后 汪亚仪 江亚仙 江亚仙 对不起 江亚仙 江亚仙 昨天有过来 然后他今天也给我非常大的一笔 非常大的一笔 那谢谢亚仙 他虽然没有留言 但是我充满了感谢 是Keevan Keevan是新加坡的好朋友 那 大家知道 我们 在新加坡有非常多人 都很挺小董 那 是 他都听董哥真心话 是一种享受 谢谢 谢谢Keevan 刚刚讲太快了 谢谢江亚仙 非常感谢亚仙 好董哥我们准备回现场了 是 谢谢 欢迎小董真心话 大家知道今天 最大的新闻是什么 其实不是我刚刚讲的 俄罗斯普亭 因为那是 欧洲跟我们比较严 今天其实最大的新闻 就是台湾开放 零加七 就你可以组团 到各个地方去 看那个国家的开放程度 譬如说你到中国大陆 他可能规定比较远 你必须还要 七加七 或怎么样 对不对 那你到日本 日本就不用 日本只要你不是打高端 只要打的是 我们台湾 所有的这些疫苗的话 你都可以大方的进去 除了高端 你知道周一阔 今天上午又访问了李秉颖 大骂高端 说高端 害人精 害人 说我 因为李秉颖 也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 小组的 那个 的召集人马 然后周一阔很气 他说 结果呢 害他变成了什么 害他变成一个倒霉鬼 他说高端 不要抖在政府后面 数钞票 奇怪的 你们打满满的三级高端 去不了日本 那你要怎么办 你要自己去 花钱再去做PCR 让日本人接受你 你比如说 哎呀 高端应该都去跟日本沟通 为什么我们 这个 日本很简单 日本要不要让你进来 你有没有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 世界卫生组织没有认证 你来跟我关收 没有用 各位 就是说 你要去跟他讲 你们高端要去跟日本人讲 让他开放 日本人说我开放 只有条件就是 世界卫生组织认证 你取得认证 我就开放 各位朋友 我们把台湾这一套 政治的东西 可以放到全世界吗 没办法嘛 对不对 它是很简单的 这个叫科学 叫专业嘛 那 周一国在那边抱怨 自己都成了倒霉鬼啊 怎么 那怎么办 打三级高端的人 叫做台湾价值 他绝对是台独啦 绝对是胜利台独 蔡英文说打高端 就是死忠的啦 那你死忠的啦 那你现在打了 胜利台独 欺不了日本 当然 会很悲愤 但是悲愤 票照样投民进党 不要装了啦 也不用 为什么 这就是我前面讲的英国嘛 你就知道英国啊 你投了蔡英文 就有战争边缘 你的鱼啦 你的水狗 卖不了大陆 是 反正这些卖鱼的 跟卖水狗的 本来就挺民进党 我也很清楚啦 马郎九 让你们的鱼可以卖大陆 让你们水狗可以卖大陆 你们票没投他啦 每天还骂他卖台啊 我也知道 龙一鱼就是这样 台湾龙一鱼 老实讲 你说很同情吗 他赚钱 他不会感谢你 他 他还 他讲话比你大声啦 台湾龙一鱼 跟年轻人一样 被宠坏 对不对 所以他可以怎么骂你啊 你这个董志生哦 你去问人 你来台湾 吃台湾米 喝台湾水 又每天 跟台湾人 天天骂台湾人 忘恩乎义 你才忘恩乎义 对不对 我不想吃台湾米啊 我跟各位坦诚 我想吃泰国米 吃越南米 台湾米比较贵啊 你就让泰国米 越南米进来 我要吃啊 为什么他比较贵 各位朋友 你家 像我 有时候看 有一个卖 那个 葱油饼的 人家去跟他买 他都感谢 对不对 有个路边 卖炸五爹的 我们去跟他买 他都感谢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让他赚钱嘛 只有台湾的很多农民 什么嚣张啊 他米 卖给你 赚钱 怕他骂你 吃台湾米 不会感谢台湾 我为什么要感谢你 我让你赚钱 我为什么要感谢你 其实我内心是感谢 我也会跟对方感谢 可是 我看到这种气焰 没有是非 我也忍受不了 我买你的葱油饼 我会感谢你 但是其实他内心 更应该感谢我 对不对 他做这个买卖 就是要赚钱 我买他的葱油饼 路边葱油饼 他就赚钱啊 他当然感谢我啊 比我感谢他还多 对不对 本来就是这样 买卖本来就是这样 我买你的东西 当然你要大大的感谢我啊 做生意不是这样 可是很少像台湾的这些 所谓的肉质那么嚣张的 他们是吃定你 吃台湾米 饮台湾水 不要感谢台湾人 我可以不吃吧 对不对 你要讲忘恩负义 谁忘恩负义啊 没有台湾 38年 古灵头大战 39年大尔兰战争 47年823 哪有现在的金门 你要讲感谢 你有今天所有东西 都是别人用生命换来的 你有感谢过吗 各位我讲台湾就是个这样 我们整个社会上 其实很多东西是互相的 你卖米给他 对不对 那他卖什么给你 他卖绿光灯给你 你家才会亮啊 他卖灯给你啊 然后那边的人 他们很辛苦了 去弄一个电厂 卖电给你啊 社会上大家是互相的啊 不要认为你卖米都了不起啊 哎呀 龙人重视啊 你不用缴税 我要缴税啊 你不用缴税 你在享受我们的成果 你今天米出来了 开了一部 货车把这个米栽去哪里 你为什么有这个马路 因为我们缴税的人 去养了一批政府公务员 他们去桌标 去招标 招标又拿我们钱给一堆厂商 他们去盖了这条马路 懂不懂 你没有出一毛钱 但我们不会这样苛责你 可是你要懂得感谢啊 不要每天 中了一块地 就忍辱忍辱 觉得全台湾每个人 你最了不起 各位我讲 我们台湾的现象 很多人被宠坏到这种地步 包括年轻人 所以年轻人 请赶快去当兵 要跟政府讲 当一年是不够 要至少要两年 一年能当什么兵啊 现在说 我们为什么要当一年兵 我告诉你一个 真实的答案好不好 你们为什么要当一年兵 因为美国人要求 美国人告诉蔡英文 你们只有四个月是不行的 你怎么要保护自己 四个月要保护什么 所以我们政府 只好听美国的话 就这样啊 你要选择战争边缘或战争 你至少要武装起来 简单讲就这样啊 对不对 为什么是我们 为什么是你们 因为年轻人挺蔡英文啊 高端说为什么是我们 为什么只有我们不能去日本 因为你们挺蔡英文啊 你跟我抱怨干嘛 我以前有没有警告你 我有啊 我所警告的东西都讲过了啦 老实讲我不是 不是很喜欢 每天去 啰啰嗦嗦去讲这些 可是这事情发生了 过去有没有讲过 高端有没有讲过 有啊 你知道审计部昨天说高端有 五大欠师 五大欠师我们都讲过啦 最后一项说 不明白高端 审计部是监察院的审计部 说不明白为什么高端的 这个价格这东西 为什么要封存三十年 我们有没有讲过 有啊 他说为什么 为什么你 你没有 没有这些功夫 那个他的效益 他的效果 一年都还是 还是没办法 让外界知道 为什么没有 你打这个疫苗 有多少效果 百分之多少 某个年龄层多少 男生女生多少 全世界每一家都有这个数据 没有 为什么 陈思忠说 不要逼我 陈思忠说 因为没有三期人体实验 当然就没有效果啊 你们不要讲外行话 啊 为什么没有三期人体实验 你去年给他的时候 他二期人体实验还没做完 然后你说 一年后 我们会交出 三期的人体实验 现在一年两个多月了 没有交啊 没有看到啊 所以今天 有一个新闻啊 说高端哦 因为你这些东西都交不出来哦 我们要求你赶快交 赶快补件 所有东西赶快交 要不然 我们要测你的照了 各位 卫福部说要测高端的照了 你再不交的话 到这个业的ADI 不交出来 测照 他会交的啦 我告诉你 他交的时候 你到时候觉得不足 要求他再补件 他就一直 连言不诀 一直补件 你一直 对外一直讲 自己多么 就一直让他补件 补件 就跟我们常被告一样啊 我被告 简单官不起诉 哇 对方 他有 他有 有关系嘛 他们司法都亲密了 所以他就申请在意 很多人讲简单官不起诉了就没事了 我告诉你 像我们这种人都有事啊 因为他们通恨你 所以他们就透过很多关系 因为会告我的人 一定是很有前世的人嘛 台湾十大守护 有两个高过我 你就可以知道 那些大老板 大媒体 绿色的人 就很多人告我 所以他们就想方说话 透过说话 在意 简单官不起诉了还可以在意 有 我就被在意五六次啊 为了一个案子 在意五六次 啊都 啊都 检察官都已经不起诉 都查过我们不起诉了 啊你 一般人哦 百分之九十九 获得不起诉 处分书就没事了 里面还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 对方还可以在意 啊 为什么可以 哦 因为检察官经过慎重考量 对方又提出来了 各位朋友 好不好笑 司法是由他们在玩的 所以他说我现在查会 哦 我们重新认定 检察总长昨天说他们重新认定 不是像陈定兰时代规定三十块的 哦 那重新认定 他的解释空间就有检察官更大了 今天你去检举 你跟检察官讲 对方送那个东西啊 超过三十块 检察官非办不可啊 对不对 他的东西送了在这里 我有拍到影片啊 哦 他非办不可 现在呢 现在个别认定 哈 已经不受这个规定了 民进党 还有这些检察官解释空间更大 台湾检察官百分之九十 碰到政治就亲民进党 各位都很清楚 我在讲部上讲很清楚 检察官要升官 就是办国民党办马航九 哈 这最快的捷径 我在讲部上已经讲太多次 我都指名道姓哦 各位朋友 可以去听听我那些 因为我不太想重复 所以大家知道 选举到了 民进党如果 发现最后他 所有的招数都没有用 因为他掌控了媒体 百分之九十 网路百分之九十五 那些少数掌控不了的 在网路上先腾起来以后 他怎么办 所以他们还有一招 就是司法 各位司法准备要出笼了 哇 司法 把那个国民党 可能显赢我的那个人 我去搜索他 哇 叫记者来拍照 涉及买票 涉及贪污 哎呀 怎么样 哇媒体一报道 你就 对不对 你就受很大的伤害了 各位 这就是他们的伎俩啊 所以你要了解民进党 听 照顾 是 赶快去要喝水 好 谢谢 刚刚我们念到keven 是 谢谢keven 是 江亚先生上来是keven 谢谢 谢谢keven 他从新加坡过来 他懂得真心话 是懂享受 还有道扬 道扬 道扬是我们老朋友 是 谢谢 那道扬 他 引述了我一篇文章 就是 夜兰 那时候在疫苗的时候 小董那时候写了一篇文章 是这样的 的确是 民进党尤其是这样 李远哲尤其是这样 李远哲尤其是这样 然后讲了半天 自己 因为主张台独 然后很多东西都偏差了 所以 肉贝尔的桂冠最可笑啊 是 好 来 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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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他给我们斗链 他说 我们是吃台湾米 喝台湾水 但 我们是要付钱的 又不是你施舍给我们的 没有错啊 谢谢 然后谢谢道洋 谢谢道洋 他引述了真诚报 真诚报 报导了小董 讲台湾的那种恩江丑报 的确是真诚报是 报导台湾最 高雄最好的报纸 那各位朋友可以上 上他的网路报看 他现在的实体报已经 已经结束了 就是 他的网路报还是很精彩 谢谢 好 谢谢董哥 是 各位朋友 我晚上上了朱学院节目 虽然讲是七点半 但是可能 怕他会提早 因为我平常 上节目的习惯 我都会提早到 我不会时间刚好 我最 我过去当主持人 最讨厌人家迟到 因为我们现场节目 你迟到 我就 我就没得演了嘛 对不对 好 谢谢 欢迎小董真心话 大家知道小董真心话 讲真心了 但是我们现在电台节目 都知道经营比较困难 今天虽然开放了 观光业 或者各行各业 等于说0加7 今天是台湾 开放疫苗 开放那个 国境开放 或者社会开放 一个重大的日子 可以这样讲 虽然我们的确诊数 还是很高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各行各业受影响 譬如说我们电台影响很大 我们也有广告很大的损失 你听电台不用钱啊 你在订那些垃圾报纸 他洗你的脑 你还要给他10块 一份 你听那些肮脏 臭的绿色电视台 每个人收你500块 你在看那些 果嘴吐不出象牙 让人恶心的名嘴 在那些烂台里面讲 对不对 看了那种嘴脸 每个人收你500块 我们电台不用钱 你上YouTube 不用钱 各位 但是我们要养一些人 所以我们需要广告 小统练一个我们的广告 那这个主题就是 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合法 聘雇政策宣传 为什么呢 因为新北市劳工局提醒您 在医疗院所或是工地周围 常会有聘请外籍看物 或临时工的名片或者小广告 他可能是非法的外国人工作 工作者 简单讲 这个逃逸外劳 你用的时候就有风险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违法聘雇 你要面临15万到75万的罚款 各位 你用的是 逃逸的外劳 就他没有合法的 15万到75万是很高的 对不对 那如果聘雇外国工作者的需求 你有这样的需求 你应该跟政府机关提出申请 才会有保障嘛 你请外劳就是要这样 那这个信息由新北市政务的劳工局 他提供 那其实 讲的适用于全国 我讲 对不对 很多人可能讲 哎呀家里妈妈怎么样 趕快 哎呀政务这个要一个时间 那怎么办 先用违法的外劳 那你要被查解的话 花15万到75万 各位朋友 有时候有些常识 我们没有碰到自己不知道 那有时候呢 有时候自己不认真 就好像我刚刚讲 花静琴在讽刺黄珊珊 黄珊珊说 你光那个大鸡蛋 那个排源系统 你给我搞 一年多 对不对 你不讨论 故意卡我们 花静琴说 我们开了五次会啊 你们台北市政府 只有三次派人来 而且派的是消防级的一个计证啊 就你派一个官阶很低的人来应勿我们啊 你至少也有三次来开会 我们开五次会都通知你 所以我们 有没有卡你 这个当然讲话的技巧啊 内政部有没有卡他 有当然有卡啊 我开会开好玩了 你懂不懂 我们去 我常被告去开庭喔 我有时候看这个法官喔 你是随便开的 你在应付啦 问了那些东西 以前都问过了啊 我有一次喔 一个法官 我被告 这个案子很单纯 已经出庭八次了 到高院已经出庭八次了 我就火大了 我就露出一点 很无奈 瞧不起他 藐视的眼神啊 看了他 他也很难过 很爱演 啊 所以董先生你不知道 我们法官忙得要死 一个女生的法官 我们忙得要死啊 你不晓得我们的辛苦 我就想说 好吧 我给你上一课啦 当什么法官 我说 像你们这些法官喔 没事找事 自己忙死自己 自己搞死自己啊 对不对 这不是忙不忙的问题 明镇级有个家伙骂他的同事 骂得很难天 后来还去恐吓他 这同事就告了 他告到哪里 他告到自己明镇级里面的 郑峰市 陈老师又把他转给 他有做了笔 做了相关的笔录调查 然后说这个事情很大 他就又往上面报 报哪里 报台北市政府的郑峰处 他的上级嘛 那光这样 没有处分啊 后来这个被骂的女生狠气 就跑去市政府旁边 那个心力分析提告了 告了以后 心力分析就传 你来做笔录 就给笔录了 然后结果 这个骂得很具体 你也承认了 就把他送给检察官 就提起公诉了 那检察官提起公诉以后 法院就宣判 一审有罪 二审有罪 三审有罪 各位我说我为什么要讲 这么详细你知道吗 因为我讲说像明镇集中 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去告我 说我诽谤他 那我讲的其实就是判决的内容 所以我就把 三份判决书法院的 一份 一份检察官的起诉书 然后还有笔录 比如说是警察集中 还有镇峰市跟镇峰处的公文 因为我是记者 所以我想方设法就拿到了 七件公文每一件都指明我讲的东西 七件的内容都一样嘛 讲的内容 最后是判决有罪 那我讲这东西我有沒有罪 很简单 绝对没有罪了 因为你讲东西是真的嘛 那我要出庭出八次 这不是法官的问题 我说你自己是高等法院 我我这一张就是高等法院的判决书 还有你的上级最高法院的判决书 对不对 都已经在这里了 你不信任自己的高院吗 你不信任你上级最高法院的判决吗 你现在还在装模作样在那边开庭 装作自己很忙 我说这种庭只要开一次就好啊 你不开到八次啊 这次能力有问题啊 你只要看你讲的东西是不是 跟法院判决讲的是不是一样 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还在开 你在折腾谁啊 自己没有能力害死别人 我那次讲完以后 判决马上就下来了 为什么又太丢脸了 你自己的高院的判决 你都不相信吗 你上级的最高法院 你也不相信吗 是不是 各位我们人是讲道理的 那今天呢 今天 内政部怎么去卡台北市政府 当然他卡他 因为台北市政府过去很恶劣啊 用这个去卡远雄啊 所以远雄啊 那个通不够 那个通不够 地下一层这样排烟会有问题 怎么样 那时候 那时候的柯文哲是很嚣张的啊 他在表演啊 哇 大家觉得哇 打富豪打特权 哇 这个特权 这个富豪赵田雄跟国民党 过去是勾结的 哇 好爽喔 哇 年轻人都很爽 台湾年轻人没有脑袋啦 准备去当兵啦 准备去当兵 不要在那边每天讲大话 那我讲喔 因为这就是你的结果嘛 很多东西就是有结果 那现在蔡英文政府怎么去卡柯文哲 说你过去反对的理由在这里啊 那你要解释一下 你过去反对理由 你现在为什么赞成 你为什么赞成 你告诉我啊 同样的情况 为什么你现在是赞成 小董 我也常用这一招来 在我们节目上做评论 对不对 以子之矛公子之盾嘛 你说你反对这个 对不对 我那天看自由社会一个在大骂 张三正怎么可以抄袭 他说我在加州读书喔 只要五六个字抄袭 我的教授就认定是抄袭 各位朋友 现在抄袭抄到这样了 这种要不要脸啊 你真的讲要不要脸 那林志坚抄袭的时候 你在哪里啊 张三正有没有抄袭 现在龙委会 龙委会最好笑 因为人家剪辑 龙委会的陈吉仲 抄得更厉害 然后呢 然后齐小青他们说 你看你 你弄一弄你钱放自己口袋 人家张三正没有啊 张三正只是 宏基这家公司 派出来做一个计划的主持人 他又没哪半毛钱 对不对 陈吉仲说 我又不闲 怎么可以抄我 各位朋友 那你有没有啊 用同样的标准好不好 我讲这个标准很简单 对不对 讲新闻就很简单 喜书华 没有抄袭 为什么他原创 他比被指控那个人的东西找出来 这个就叫原创 他在前面嘛 简单讲就是这样啊 那现在民进党这些人呢 这些人现在 郑文财现在下了半死啊 我那天访问 对不对 人家指控他 游志斌说你怎么样怎么样 郑文财你来告我 他不敢告啊 郑文财过去很喜欢告人 他现在不敢告 为什么 一告的话 游志斌要告他误告啊 你明明就抄袭 抄什么 你抄大陆的网站 以为我们找不到啊 我们在大陆的资网 知道的资 天楼帝王的网 他的论文上面都有啊 你去抄袭人家的 嘿 你们民进党不是最缓钟吗 怎么去抄 中国大陆 还不是抄论文喔 抄他的一些 里面的一些文章啊 一些评论啊 各位好不好笑 太好笑是不是 没关系 那我们看下来还有更多结果 用爱点亮 谢谢 WF 支持董大侠 谢谢 非常感谢 他是从马来西亚来的 WF 非常感谢马来西亚的好朋友 然后 李道阳又来了 谢谢道阳 他董哥好文 台湾司法 我写很多司法的文章 都是指名道姓 哪个法官 哪个检察官 你就怎么样怎么样 那很多人替我担心 没关系 因为我的法宝就是 我讲的是真的 谢谢 谢谢各位收听 那今天我要到 朱学恩的节目 谢谢 谢谢